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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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我开始成立我的制作公司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在做连续剧 所以那时候我就广邀了一些 我觉得我很欣赏的编剧 然后我不小心看到了一个编剧的作品 那个编剧叫李石元 我看到他一个连续剧作品 然后发现他的剧本写得非常好 好到让我嫉妒 而且一调查他的金钟奖给我多 所以有点不太爽 然后于是我就打电话邀他说 要不要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预料到 台湾的此时此刻的社会风气 已经到了就是刚好 跟这个议题切合的时候 所以一切都是好像 明明之中老天爷一直在 推进我们或者是 帮助我们给了我们一把 大家对于演员这件事情 可能有一点的认知上的落差 因为演员其实是非常被动的 然后你只能每次的 准备好自己之后 再来等待适合的剧本出现 真的全部动动好的时候 你在表演的当下 好不好不到一半就 没的镜头就过了 所以其实演员大部分的人生 都在等待 那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 就把所有对于表演的理解 全部放进去 才会有这些电影的现象 才看到的阿吉